怎么样孩子们你们做完了吗 哎乐老师已经看到了 有一些同学呀拿到题目上去以后就开始在那去尝试了 如果换做我的话呀 我不会那么快就去试 我呀会先分析然后再来尝试 好了来看一看乐老师我是如何去做的啊 首先通过审题我会发现呀 这等号的左端注意了 咱能算先把它算出来好不好 哎左端你看发现怎么样了呀 好以第一道小题为例 减二加二可以抵消算完势不得六啊 对吗非常好 那我们再来这边呢 加减你不能再用了 只能用到成除了对吧 那么我的右端可以怎么样啊 比如说先成后除尝试一下 来行不行 哎仔细观察到他也是得六了对吗 成除可以抵消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有的很好怎么办 老师那我要是先除后成行不行呀 注意了 也能抵消呀 所以算完 请看是不是得六啊 对吗 非常的好 所以呢 这道小题呀 经过尝试 我会发现注意 两种方法都是OK的 本题就在考察我们小朋友 叫抵消法 加减可以抵消 那成除自然也是可以抵消的 来 你还记得吗 一块来看一下 石老师点睛啊 注意了 加减同一个数 怎么样 结果不变 乘除同一个数 在这儿零除外 结果也是不变的 好了 下面赶紧来看一下 这第二道小题 第二道小题注意 仍然是能算先算出来 这等号的左端 宝贝们赶紧站着到老师 我们来算一算 得多少呀 非常的好 这里是13啦 哎 这个13你会发现呀 这个数比这些数 哎 怎么样啊 稍微的大一点点 对吧 那你注意了 左边这个加用过了 我这右边怎么样 只能从减 乘 除当中去选择啦 好 那么 以我们目前的知识储备 是不是越加越多 越乘 会越多一点呢 是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尝试啦 来 尝试的结果 请你告诉我 怎么样 我可以先乘 对吗 好 如果先乘的话 28 16 然后再减掉这个3 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结果13得到呢 对吧 你看一下 这第二道小题 完了 搞定了 来吧 那你来看一下 哦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好的 那我们再接再厉 来看一下第三道小题咯 准备 还是能算 先算出来啊 左边 16-8-3 这是多少啦 哎 这是5了 接下来注意了 那我们还有加乘除可供你选择 怎么样啊 这个5相对来说这个数会小一点点 OK 经过尝试我可以怎么办 比如说我先去除以8 16除以8得2 2再加上3 你看是不是刚好等于5了呀 对吗 很好 这道题我们又把它做完了 来 所以啊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通过呀 这道小题 同学们 跟着乐老师 我们共同的来回忆一下 请你注意了 遇到此类问题 记住了 能算的话 最好先将它算出来 对吗 这个呀 是我们在小田算符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法 那老师管它叫做尝试法 同学们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尝试法 注意了 很重要 但是需要大家先分析 然后再来尝试 怎么样 这个问题 你锁对了吗 你锁对了吗